公共视频显示 当天凌晨五点多 老人骑电动自行车经过一个路口时 重重撞上护栏后躺倒在地上 没过多久 一辆黑色轿车在距离老人十多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 红绿灯的那个空隙我就瞄了一下 看见有一个人影嘛 我就想 哎呀 天这么冷 确实啊 又在下雨 然后五点半太早了嘛 路上又没有人 然后我就去一下去看了一下 许梦婷无法移动老人 先是为老人撑起了伞 接着又找来塑料袋垫在老人身下 他一遍遍为老人整理雨衣 直到民警和救护车赶到 他才安心离开 这种事情大家应该都比较着急吧 发生了的话肯定要上去帮一把的呀 据了解 这名老人今年68岁 当天着急出门 加上雨天落滑 不小心就撞上了护栏 经医院救治 老人的身体没有大碍 就凄理 cancel 给你帮助雨天落滑 着急稳